空军宇教室有确定这个创办人 就是彭彭卉老师 他是真的已经过世了 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政界人士 其实都有来进行哀悼 包含这个 我们的这个蔡英文前总统 然后赖清德总统 还有卓榮泰 洪孟凯 其实他们都有发文 那包含这个蒋万安市长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表达的这个质疑 那这一次呢 甚至我们看到说 这个彭彭卉老师 他最后的遗嘱其实很感人 他竟然说要把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捐出啦 其实彭彭卉老师 他这边有一句名言 然后这句名言 其实也让非常多人很感动 他说心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而我的心在这 台湾就是我的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其实很感动 因为说真的啦 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 当然可能不同政党之间 有时候会有一些对立 那支持者本身 也就会变成有产生这样子 这一点可能对立的心态 那大家可能就会去 这个会特别去在意 说你是哪里来的啦 你是台湾人吗 你敢是台湾人吗 大家就会开始彼此去做一些质疑 但其实我觉得就像彭彭卉老师所说 他心在哪 家就在哪 即便他是个外国人 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都已经在台湾待那么久的时间了 然后也奉献了那么多的爱 奉献了那么多他的这个所长 然后来台湾这边来做一些 不管宣教也好 或是教导英文也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让大家 就是可以 我就可以向老师看齐 因为老师他本身是这个宣教士啦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然后他一生就是为了在英文教学上面 然后包含在宣教这件事情上面 他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做 那他最后呢 这个的确好像这个高龄98岁 然后最后是在这个台北淡水马街医院 安息主怀 对所以我们也是 哇感到 我觉得他这么善良 对他一定上天堂了 对我觉得 对我觉得神一定会保守他的 对我觉得他 因为我觉得他这一生其实真的 我们应该小时候都是 对啊我刚才跟 看空中英语的 保证说他应该是台湾人 我们这一代的这个英语之母 真的真的 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 空中英初级中级高级 就一直都是看着空中英语长大 那空中英每次他的初刊 都会有这个很多时事的议题 对 然后让学英文变得不这么烦躁 不这么枯燥 嗯 就是变得很有趣 而且还可以让很多就是 小朋友他们都能知道 国际的新闻啊 对 台湾的新闻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佩他 然后也很感恩他 真的 因为他其实 我觉得空中英语教师 大家如果都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那个编排 就排版其实很华丽 对 然后就是很吸睛 然后字也不会到太小 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 有时候太小 大家看着看着就觉得 有点快要睡过去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是 还蛮阅读友善的 对 阅读很友善 然后很方便 而且重点是 我还记得小时候是听那个CD 对对对 对每一本里面后面都会有一个CD 所以你就可以听那个CD 然后练音听 然后练口说 然后之后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嘛 然后他变成有那个条码 你可以扫那个条码变成是MP3 就你可以把你转成MP3 那现在应该是已经有那个 很多线上的APP的服务什么的 就是他们随着这些科技啊 也是一样 在我们各个世代的 这些小朋友的英文学习过程 让英文变得很有趣 然后让学习英文这件事情 变得非常的贴近生活 真的 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看到他在新闻的关键词上面已经在热搜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很震惊 对蛮震惊的 但我觉得因为他的年纪的确也算很长寿了 但大家也还是会非常的感念他 因为真的觉得他付出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的是 我觉得老师也非常的不了不起 他竟然终身都没有嫁你知道吗 他只是单身 然后他等于说他就奉献了他的这份爱 大概60年的一个时间 会觉得哇真的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我大概跟大家小科普一下 因为以基督教的教义来说的话呢 当然都会鼓励 也就是说这个结婚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结婚 然后你有孩子 其实都是神给予的非常丰盛的产业 其实这样 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架构里面 即便你是单身 也就是说都没有结婚 其实也是上帝给的一个美好旨意 也就是说对于你 可能他有赋予一些任务 然后他就让你去 非常专心的去达成这件事情 所以他可能给你这种 所谓的单身的恩赐啊等等 所以我其实在 蓬蓬会老师称称 我有看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竟然是终身没有嫁 我觉得天哪 我也好惊讶 难怪他会说 他把他所有的都奉献出去 对吧 他所有的爱都给了台湾的孩子 我真的是觉得他也太神奇 所以今天其实包含有一些 有关于在基督教这边的一些媒体 其实也都有非常多的一些文章 然后也都在感念老师 因为就觉得哇他真的是这一生 其实老师也有讲啊 反正他就说他跟随着上帝 然后带领他走很多 他说看起来他好像舍弃了很多 可是他其实得到的是超过他 所能想象 他这一生并不后悔 所以我觉得哇看了觉得 好感动好感动 好感动 而且其实台湾还有好多像这样子的 在台湾待了三十年四十年 就为台湾这块土地或是为他们的信仰 来去牺牲奉献的这些传教士 其实在台湾有好多这样子的传教士 我们其实都会非常感恩他们 然后感念他们之外 我们其实作为执政党的现在 或是以前国民党 都应该要去思考 怎么让这一些为了爱 为了信仰 然后为台湾做了那么多奉献的传教士们 可不可以有一个落地在台湾的一些保障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就有查到 就是说像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叫做马接计划 那马接计划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马接医院嘛 就是我们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传教士之一 就是马接医生 那为了赶配他 所以在2011年马政府执政时期呢 内政部呢就为了感念马接医生呢 然后他就创造这个制定了这个马接计划 那这个马接计划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希望拿到永久居留证的 这一些传教士们他们可以透过马接计划 的里面的一些项目 然后来跟台湾的居民获得一样的社会福利 例如像可能比较长者的这些传教士 他们需要这个游游卡 闭卡 坐公车 坐捷运 坐大装运输 他们可以有这个跟台湾人一样 享有这个65以上长者的优惠 对那还有像是 不管是康乐场所啊 风景区啊 或是长照的服务 对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他们如果已经在台湾这么多年 然后已经到他们年长了 他们也没有想要回到他们的国家 想要在台湾就这样子待一辈子 那他们其实有享有这样的服务 那那个是马政府时期哦 来制定的马接计划 而且其实刚刚讲讲节关õ安市长嘛 节关õ安市长去年也亲自颁发了 这个身份证给我们的这位彭女士哦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 能够有这些很好的计划 不管是计划也好 或是所有的政策也好 是希望能够让这些 在台湾待了这么久了的 这些传教士啊 或是我们这些 来自外国的朋友们 能够有一个在台湾 然后安定 安居 乐业 然后可以 好好的生活的一个政策 没错 其实蓬蓬卉老师 他这边有一句名言 他这句名言 其实也让非常多人很感动 他说心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而我的心在这 台湾就是我的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句话其实很感动 因为说真的啦 因为其实现在在台湾 当然可能不同政党之间 有时候会有一些对立 那支持者本身也就会变成 有产生这样子的一种 可能对立的心态 那大家可能就会去 这个会特别去在意 说你是哪里来的啦 你是台湾人吗 你敢是台湾人吗 大家就会开始彼此去做一些质疑 但其实我觉得就像蓬蓬卉老师所说 他心在哪 家就在哪 即便他是个外国人 但是他还是觉得 我都已经在台湾待那么久的时间了 然后也奉献了那么多的爱 奉献了那么多他的这个所长 然后来台湾这边来做一些 不管宣教也好 或是教导英文也好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蛮值得让大家 就是可以 我就可以向老师看齐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要去太分什么 你我怎么种族啦 然后有歧视啊 意识心态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 无助于所谓的团结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觉得 像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会 用这种比较激进的方式 说你爱台湾 然后我爱台湾 然后你不爱台湾 对 像我们都生长在这边 我们都在这片土地上长大 那我们都住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都是爱这块土地的 没错 对 我们都是希望为了这个国家 然后为了这个社会的和谐 然后为了区域的安全稳定 然后来去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用这种意识形态的方式 来区分彼此 像不管是这个彭女士 或者是我们在为奥运的选手加油 都是一样的 奥运选手出去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嘛 那我们就是应该要一致的一起来 作为他们的后盾 而不是在国际场合上面 还要再分你我 没错 没错 这个真的 对 我觉得这个 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思考 对啊 它是非常很好的 这个我们的榜样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ur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